DRBL備份機器 那當DRBL server 架好以後 你要怎麼去執行 我們電腦教室的 機器學生機的 備份動作 那首先請你開啟終端機 執行SUDO-S 切換成最高權限 執行DCS 然後你要備份的是一台機器 不是所有機器 所以請你根據IP或MAC 來選擇用戶端位置 然後他會問你要用MAC還是用IP 那我們習慣用IP 好假設你現在有兩台機器 那你要備份的是哪一台 我備份的是第一台 請你按空白鍵 然後按Tab 選擇確定 那你要針對這一台機器做什麼事 備份跟還原都是啟動在陣容 那如果沒有什麼意外 我們會建議你備份整顆硬碟 所以我們用初學者模式 專家模式是你的 有各種不同的需求的時候 你才會去使用 建議用初學者模式就可以了 除非初學者模式 備份起來有問題 好我們就選初學者模式按Enter 那 選擇要儲存 為印象檔的是哪一個 那這個是分割區 那一般建議都會建議 先備整顆硬碟 再去 還原分割區 比較不建議 備份分割區 以免 產生其他問題 好我們備份整顆硬碟 然後請輸入印象檔裝置 那預設他會用日期 加時間 到時 幫你來產生 Image 那你自己也可以加 比方說後面加 機器型號或者是什麼都可以 比方說我這邊是 比用 2017的 印象檔 或者是2018的 沒關係 好整顆硬碟 好做完按確定 Enter 那你要備份的是哪一顆 SDA SDB 那第1顆硬碟就是 SDA 按確定 那這邊 一般會 預設是這個 那建議你會選 這一個 因為這發現在64位元的時候 檔案分割區常常有一些問題 造成備份失敗 那與其這樣我們乾脆先讓他檢查 然後他會自動幫你修復 好我們就選這一個 備份完要不要檢查印象檔 當然是 好 建議你檢查印象檔 以免備份出來的印象檔 是 有問題的 那備份完要做什麼 一般我們預設是會關機 那備份檔印象檔的大小 預設都很大 因為方便你備成一個大檔 那有些人為了要 帶出 帶離開 或者是到別台機器去還原 那這個時候你的備份檔就 隨身碟來說它是4096 4G 4G 因為 FAT32它是4G 會造成這些 在拷貝印象檔的時候有一些 會拷貝不進去 所以 就看你的需求 那我們預設還是給他用最大的來備份 如果 如果 如果你是要備份到隨身碟或者是光碟的 一般我們就建議你用2000好了 一個檔 2G 這樣子 就不會產生一些問題 好 那 那 目前示範2G的給大家看 這個數字並不影響 你備份的情形 只是會影響 萬一你要把這個備份檔拷貝出來的時候 的一個 時候的一個情形 那一般也不建議你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需要拷貝出去 都會建議你用網路方式的再傳 不建議你再使用隨身碟或者是光碟在那邊 那個 存取 備份這些檔案 按下確定 那這個時候 他就幫你產生了 這樣子的一個指令 那有些人做完就以為他做好了 事實上沒有 這個只是幫你產生備份的指令 那什麼時候會執行備份 也就是 你的學生機 剛才那100那一台 這一台 機器 他重新開機的時候使用網路開機 使用PXE的網路開機 開機的時候他自動會執行這一條指令 然後進行備份 備份檔案會怎麼樣 剛才我們設定是關機 所以 當我們 學生機這一台開機之後 開機之後 那你就 他會進行備份 備份檔案會關機 這樣我們就知道 他有備份檔 那備份檔學生的開機 畫面又自動會跳回他的本機開機 那這就是 DRBL 備份學生機的一個情形 我會不會打開機 沒問題 就幫你看 讓我再在市場 有一點 打開機